好,我们要插播一则最新消息是焦大资公西教授也是有力资讯总经理刘启明 在清晨两点的时候新竹住家发生了火警 刘启明送医之后没有生命迹象 而消防队赶到的时候发现刘启明跟太太 倒卧在四楼的卧房已经陷入昏迷 而在三楼睡觉的儿子及时跑到四楼阳台求救没有受伤 目前刘启明的妻子还在抢救当中